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昨天呢我们讲到了OSI七层模型当中的第三层 这样我们找到OSI的七层模型图 我们来看一下吧 OK还是这幅图 那昨天呢我们讲到了OSI七层模型当中的第三层 那由于现在整个三层协议的一个IP的普及性 所以我们说在OSI七层模型当中的第三层当中呢 我们重点来看黄色部分的IP协议 昨天我们重点讲了一下关于IP协议的整个的一个包头格式 以及IP地址的问题 没错吧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关于OSI七层模型当中第三层 里面帮助IP协议共同去完成我们网络工作的 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辅助协议 OK那今天我们重点来说两个 一个是ARP和IRP 这样的一个协议 另外呢ICMP OK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内容啊 那么至于像SLIP像X.25 然后这两个协议我们放在二层专题课当中 详细再说 像DVMRP IGMP跟RICP 我们放在组播专题课跟QS专题课当中再说 然后像上面的这一部分 OSPF EIGRP EJP BJP和IIP 我们放在三层的路由协议专题课当中 详细再说 OK这是我们整个一个三层的IP协议站 那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ARP这个协议 ARP这个协议呢 全称叫地址解析协议 地址解析协议 它的出现前提 或者说它的出现背景 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种网络的拓扑情况出现 我们考虑 当PCA 当PCA通过以太网环境 就是通过以太网线 通我们的这种所谓的RG45 五类线啊六类线啊 那么连接到了PCB 对吧 所以说AB之间 我并没有使用任何的二层设备 我也没有使用任何的三层设备 我只使用了我们的OSI的一层物理层 用了一根网线连接到一起 但是不管你中间用的什么设备去相连的话 A要想把数据报文发送出来 那么A必须在这个数据报文 在这个数据Data前面封装四层头 没错吧 OK四层还没讲 那我们先略过 封装完四层头之后 四层头前面必须封装三层的IPv4头 那IPv4头格是20个字节 或者说带有Option选项的话 可能甚至多达60个字节 什么情况 昨天我们说过了 OK那按照昨天我们所讲的IPv4头部封装 封装完IPv4头部之后 那紧接着我必须还要再封装一个二层头吧 OK那在我们使用RG45 我们在使用以太网线 进行我们的一个数据发送的时候 二层呢 必须使用以太网的标准二层格式进行封装 我们二层昨天直接跳过 没有说 对吧 数据量的层我没有说 但是 在我们的局域网当中 二层针头 二层针头 不管是Ethernet协议 还是802.3协议 它都有这样两个字段 叫做目的地址和原地址 D address S address 802.3格式呢 也有D address跟S address 这个原目地址 IPv4 我们昨天说也有 我们叫原IP地址跟目的IP地址 OK 那在以太网当中 我们的二层的这个地址 我们呢 管它叫做原MAC地址和目的MAC地址 叫原MAC跟目的MAC 而MAC地址呢 MAC地址呢 并不是我们随意指定的 它是一个48比特长度 我们说IP是32个比特 MAC地址呢 是48个比特 它是48比特长度的这样的一个地址单元 这个地址 我们把它分成四个部分 MAC地址呢 我们把它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一个比特 第一个部分 一个比特 这个比特叫广播比特 它来决定 我的这个MAC地址是一个单波MAC 还是一个广播MAC 我们昨天在讲地址的时候 说地址有单波地址 有广播地址 还有组播地址呢 但是在这里面呢 我们针对于MAC地址 只定义了两种 一种是单波MAC 一种是广播MAC 没有组播MAC 这是因为最早的时候 设计MAC地址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想到 需要设计出来一种 叫做组播的一个技术 那后来有了组播之后 我们单独拿出一部分 保留的MAC地址来 用来做组播MAC 所以呢 这里面我们就没有预留 叫组播位 只预留了一个叫广播比特 这样一个位 广播比特 如果是一 代表这个MAC地址 是一个广播MAC 广播比特 如果是零 代表这个MAC地址呢 是一个单波MAC 或者是组播MAC 第二个比特 叫local比特 叫本地比特 本地比特 代表着该MAC地址 是一个商用MAC地址 还是一个科研用MAC地址 科研用MAC地址呢 与我们无关 它是用于一些大型机构 和一些大型的研究室 实验室 去做我们一些协议啊 或者技术的研发的 所以这个比特 我们可以不关心了 再紧接着第三部分 22个比特 我们管它叫OEY OEY OEY叫厂商标识 既然叫厂商标识 那很明显 这22个比特 所组成的代码 是用来区分 不同厂商的 我这个网卡 我这个MAC地址 是英特尔公司出的 可能带有英特尔的OEY 你的网卡呢 可能是伯科出的 那可能叫博科的这样OEY 我的呢 可能是华硕出的 他的可能是像 斯科出的 可能另外一台设备 是华为出的 每个厂商呢 OEY都不一样 后面24个比特 叫VA 叫做麦克识别符 那么这24个比特呢 由各个厂商自行规定 例如 假设我是斯科公司 我有自己斯科的一个OEY 那么第一个比特 OK 我要写成零 来 我要做一个单摩MAC 然后logo比特呢 我要做成一个 可以出售的 非科研使用的 然后22个比特 写上我们厂商的 22个比特的OEY 那后面24个比特 我就可以生产2的24次方个MAC地址 对吧 我生产100块网卡 第一块网卡MAC地址是1 第二块MAC地址是10 第三个是11 第四个是100 第四个是101 第五个是110 一直往后去排吗 所以呢 一个OEY能够生产出来的MAC地址 最多2的24次方 如果你们厂商不保留的话 全部用于生产的话 那就是2的24次方 OK 为了防止各个厂商 OEY出现冲突 所以呢 每个厂商到OEY 并不是厂商自己指定的 这个OEY 厂商要想用的话 只能去地址委员会申请 去IEE 去IEE做申请 他所谓的申请 当然就是花钱买 如果我们厂商需要生产的MAC地址比较多 那你可以购买多个OEY 我买10个 我买100个 我买1000个 如果你觉得2的24次方 这么多个地址呢 够我们厂商用了 OK 你买一个就可以 OK 那么 这些OEY 是思科所购买的 没有标去计啊 你可以看一下 像思科这样的国际一线的 我们的网络设备厂商 能够购买的OEY数目 不少 对吧 几十个 OK 那也正是因为MAC地址本身 这样的一个规定 所以你会发现 各个厂商 或者说 我们的各个网络设备 哪怕是同一个厂商的 MAC地址是绝对不一样的 对吧 你的网卡跟我的网卡 咱们两个网卡 是不同厂商生产的 那我们OEY部分不一样 OEY部分不一样 会导致我们整个48个比特 肯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即便我的MAC地址 我的网卡和你的网卡的MAC地址 都是同一个厂商 同一个OEY生产的 但是由于出厂的批次不一样 你那块是第一块 可能是1 我这块第二块 可能是10 对吧 他那块可能是第三块 可能是1 那也导致我们每个人 MAC地址肯定不相同 所以任何一个MAC地址 我们都认为是全球唯一地址 我们都认为是全球唯一地址 是不会出现重复的 当然这个全球唯一地址 只是一个理论上的 最早期的时候 在天津座项目的时候 发现有很多的这种 不太正规的中小型企业 在购买一批网络设备 或者在购买一批网卡的时候 出现MAC地址重复的问题 因为当时网卡还并不是我们的个人电脑的一个必须的这样的一个硬件 很多的这种个人PC呢 主板上是不带有集成网卡的 网卡需要自己单独购买一个PCI的网卡 OK 那一块网卡当时造价也确实不低 大概是200块钱左右 100多 200块钱 而且当时的200块钱的购买能力 要比这两年的200块钱购买能力要高得多 对吧 还是比较值钱的 所以呢 资深了深圳啊 包括南方啊 很多一些其他城市的所谓的我们的山寨厂商 对MAC地址金 科隆 可能他从某一个这种正规厂商像英特尔 像博科购买了一块网卡 然后把这块网卡的MAC地址找到 用这个MAC地址同时生产1000块 同时生产1万块网卡 开始相外卖 对吧 然后卖便宜点了 所谓的水货或者所谓的这种伪劣商品 这样的话 MAC地址可能会出现一样 但是这是属于特例 这属于你购买到假货了 否则MAC地址肯定是唯一的 OK 那这个MAC地址的唯一 在我们的网卡出厂的时候 就已经被固化在我们的芯片当中了 对吧 固化在我们的硬件里面了 所以呢 MAC地址我们俗称也管它叫做BIA地址 MAC地址我们也叫BIA地址 BIA叫做Born in address 叫被烧录进去的地址 被烧录在硬件芯片当中的地址 OK 那好 既然 PCA和PCB 用的都是我们的网卡 对吧 用的都是我们的以太网卡 进行通信的话 那么PCA跟PCB 两台PC在出厂的时候 他们的网卡就本身带有了这样一个48bit的MAC 那48bit的MAC 同样遇到了像48个2进制0跟1的编号 对于我们来讲是不可阅读或者说不方便阅读的这样一个问题 对吧 在IPv4当中我们解决的办法呢 是把2进制变成点分10进制 来做IPv4地址 而MAC地址由于它的长度要比IPv4还要大 所以我们更习惯写成16进制 而不再用10进制去表示了 这个16进制 这个16进制 不同的厂商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并不像IPv4那样固定 有的厂商呢 他这样写 0001.0002.0003 他用两个点三个部分 他用两个点三个部分 来代表这48个比特 叫点分16进制吧 可以这么说 而另外有的厂商呢 他这样写 01-02-03-04-05-06 他用横杠分16进制去表示 OK 那你要想查看我们笔记本 或者我们的Windows操作系统的硬件的这样的一个网卡 MAC地址的话 你可以在我们的CMD当中 使用命令config-all 你可以使用这条命令 ipconfig-all OK 他会列出来 你的电脑上面有多少块网卡 每块网卡 MAC地址是什么 你看 例如我这有一个 这是虚拟的 无线网卡 它的物理地址 就是我们所谓的MAC 它用的是横杠分16进制 OK 一会我们登陆思科设备 你可以看到 这样我现在登一下吧 思科设备呢 习惯用的是点分16进制 诶 我的CRT呢 哦 这 OK 不了解我们思科CRR命令行同学 等我讲到思科设备登陆跟调试的时候 我们再详细再说啊 现在你只要看一个结果就可以了 我现在让你看到的是 这台思科路由器的某一个接口的硬件特征 这个硬件特征当中会有这样一段表述 叫做adress CA01.0378.001c 这个地址呢 就是MAC 对吧 思科用的是点分16进制 BIA 跟MAC地址是一个概念 叫born in address 被烧录进来的地址 默认是一样的 看到不同厂商可能表示形式不太一样 微软呢 习惯用横杠分16进制 思科习惯用点分16进制 OK 无论如何 不管用哪种格式 总之 A 这个笔记本 自从我去中关村买完之后 它的MAC地址就被固定下来 例如是1.1.1 B呢 我在中关村买完之后 MAC地址也固定下来 是2.2.2 没错吧 这个MAC地址 自从你把这个电脑买回来之后 就已经被固定下来 就被固定下来 OK 那么固定下来的MAC地址 但是我并没有固定下来IP吧 你像我的笔记本 我呢 可以人为修改这个网卡的IPV4协议站 TCP-IPV4 对吧 修改它的属性 人为给它一个IP地址 那假设 现在我给B一个IP地址是192.168.1.2 A呢 给个192.168.1.1 都是-24位的 当A向B发包的话 那么四层暂时不考虑 三层 IP头部 Version字段 IPV4 那我填入的是4 我说实际值啊 填入的是4 HeaderLens 20个字节 对吧 OK 我填的是5 然后Priority 没有设置 默认给的0 TotalLens 取决于你的数据包大小 该多大 写多大 然后ID 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标识 系统自动产生的 Flag Fragment 分片 如果没有 OK 这块忽略 对吧 不关心 Time to live 不同操作系统呢 默认有自己的一个生存周期不太一样 假设是最大值255吧 协议号 上层 四层用的什么协议 这里面写入四层协议号 然后投交验和保证前面是正确 原地址 A发出来的 那原地址就是192.168.1.1 对吧 目的地址 目的地址 那A现在希望把包发送给发送给的目的地是B 所以呢 目的地址就是192.168.1.2 那原目地址也有了 再接下来 OPS选项 如果有特殊需求 就往里填 如果没有 这块就空了 三层头 整个封装完成 三层头封装完成之后 如果A想把数据发出来 还要封装二层头吧 那在二层头当中 在二层头当中 遇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们先不看这些其他自转的意义 我们先看地址位 先看地址位 原地址 那自然写的是A的1.1.1 写的是A的Mac 我自己用哪个Mac地址 我自己肯定知道到 对吧 但是目的Mac地址 B的目的Mac地址 我不清楚 没错吧 你像我现在 像我的一个QQ好友 发一个QQ消息 那我怎么知道 我的QQ好友 他买的笔记本是戴尔的 还是华硕的 还是联想的 对吧 他没跟我说 我也不清楚 那我不知道 他的笔记本是哪个品牌的 我也就不可能知道他网卡用的是哪个厂商的OI 对吧 就算他告诉你说他的网卡是博客的网卡 我找到了博客网卡的OI 但我也不知道他的网卡是博客出厂的第多少块 对吧 后面的这个Mac地址的标识符 这块V 我也不知道填多少 所以呢 我根本没有办法判断B的Mac地址是什么 那B的Mac地址是什么 我不知道的话 这个二层头我就做不出来 对吧 我缺东西 我缺原料 OK 那如果二层头做不出来的话 这个数据帧 没有二层针头 那很明显是不可能按照OI在其中模型 允许让他在我们的链路上进行发送的 对吧 他不符合我们OI在其中模型的规定 所以发不出来 OK 那为了解决这样一个数据包发不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设计了ARP这个协议 我们设计了ARP这个协议 ARP叫地址解析协议 现在A想把包发送给192.168.1.2 我知道我目的地的IP吧 对吧 但是我不知道我目的地的Mac OK 那我可以干脆向B去索要 问一下他的Mac地址是什么 那怎么问呢 我们来看一眼ARP数据包容格式 ARP的包容格式 利用到了一个特殊的二层的Mac地址 哎呀我想一下 抓包放 OK在这 那么看一下这是我原来上课的时候 抓的这样的一个ARP的包容 这个包呢 叫做ARP的Request的包容 叫ARP的请求 叫ARP的请求 ARP的请求 它是这样的一个包容格式 它是这样的一个包容格式 它的数据部分 或者说真正有内容的部分 填充的是ARP 这个协议 当然这个协议本身就是一个三层协议 所以呢你可以认为ARP 它包含了三层 以及上层的内容 在前面 在前面用的是我们的Ethernet 二行标准 用的是我们以太网当中的 Ethernet二行协议 做我们的二层针头 二层呢 Ethernet二行 这个Ethernet二行 Mac地址 原Mac用的是自己的Mac地址 我的Mac地址什么001873D157C1 目的Mac地址呢 全F 对吧 16进制的全F 翻译成二进制应该是48个比特的1 全是1 那48个比特的1 在我们Mac地址当中规定的话 由于第一个比特是广播比特 所以一旦第一个比特是1 那么证明这是一个广播Mac地址 OK 那么原Mac 写的是A的1.1.1 目的Mac 写的是F.F.F 全F 那你发现 这个ARP包 这个ARP包 它从三层 从二层角度来看 整个数据包是完整的 并不缺少任何原料 对吧 所以呢 它可以被串形化成一串比特流 串形化成一串我们的电器信号 发送给B 当这个数据报文发送给B之后 如果B 这台设备也支持ARP协议 那B呢 就明显的知道 OK 我现在三层里面所封装的内容是什么 什么内容呢 B会看到三层里面 我封装的 叫做 OPCode 叫做代码字段 写的叫Request 请求 现在有一个原Mac地址 是001873D157C1的Mac地址 IP地址呢 是192.168.123.2 正在请求192.168.123.1 它的Mac地址 这就是ARP Request 这个数据报文 它的含义 123.2 这个IP 正在请求123.1的Mac地址 第一看 那请求的不就是我的Mac吗 OK 那你请求我的Mac 我就把我的Mac地址呢 告诉给你 B会立刻向A回一个ARP的reply 会回一个ARP的响应 这是ARP的响应 ARP Reply ARP的reply OPCode 代码字段写的是2 代码字段写的是2 OK 他会说 我的IP地址是192.168.123.1 就是你刚刚请求的那个IP 而我的Mac地址呢 是001906EAB8C1 这是我的Mac地址 把它发送给123.2 OK 那当B把这样的一个内容发送给A之后 A就知道2.2.2 这个Mac地址 正好跟192.168.1.2 这个IP地址代表的是同一个人 那也就是说 以后再有数据包 我想发送给192.168.1.2 发送给B的话 我用2.2.2去填充 它的二层针头的Modimac地址的字段 对吧 OK 那么这样的话 当A再想把包发送给B 数据包 三层头 四层头 三层头 在封装二层头的时候 它就可以直接把这个Mac地址 写入到二层头里 我的Mac地址写入到二层的针头里 OK 那这样的话 原料就不缺了 A呢 就可以向B发送出去了 没错吧 就解决了 刚刚我们所不知道B的Mac地址的这样一个问题 这就是ARP的工作 ARP通过一个请求 通过一个回应 来确定我希望发送的目的地的Mac地址 那么这个ARP 这个ARP协议 是现在所有支持了IPv4协议站的终端 都支持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目前我还没有看到哪一个厂商的产品 包括硬件产品和软件产品 支持IPv4 但不支持ARP的 现在我们一般认为呢 只要你的硬件 你的软件 支持了IPv4 那自然默认就开启了ARP功能 不然的话 你也看到IPv4没有办法单独工作 对吧 我们说今天讲的东西都是配合着辅助ARP去进行工作的 没有他们IPv4根本就 不是 不叫辅助ARP进行工作 是辅助IPv4进行工作的 没有他们 没有ARP 那么IPv4 公目难知 根本没有办法自己去进行我们的这种网络的 这种互联 OK 那么再详细的说一下ARP的整个的一个细节啊 当A向B发送第一个报文的时候 第一个报文由于缺乏目的麦克地址 从而我没有办法封装二层针头 导致封装失败 第一个报 丢包 就根本发不去 系统直接报错 说OK 这个针我封装不出来 缺东西 没错吧 OK 一旦这个封装失败 在系统当中出现告警了 那么我们的系统会自动调用ARP协议产生ARP request 产生这样一个报文叫ARP请求报文 自动触发这个协议开始工作 那触发了这个协议开始工作呢 这个ARP request就会产生一个三层头部 或者说上层头部是ARP 是ARP协议内容 二层针头 是A 目的麦克全F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这样的一个数据针 它发送给B之后 B如果也支持ARP 那B呢 就会来回应一个ARP的reply 这个ARP的reply 上层当然是ARP协议 二层呢 原麦克地址是B 目的麦克地址是A 就不再使用广播了 对吧 因为刚刚B收到A发过来的这个报文的时候 B已经看到A的麦克地址是什么 那现在我要想把包回给A 那目的地我就直接写A的麦克地址就OK 那当这个数据包被A收到之后 OK A如果向B发送第二个报文 那第二个报文 目的麦克地址 我就可以找得到 就可以发送了 所以ARP Request跟ARP Reply 整个ARP工作的这个过程 你会发现 是介于A发送给B的第一个报文和第二个报文之间的 对吧 所以呢 我能确保A跟B通信的时候 A只会丢第一个包 往后就都通了 当然前提是第一个包跟第二包 发送时间间隔不是那么紧密 对吧 不是说中间万分之一秒都不等 一万分之一秒都不等 直接发 只要中间有一定时间间隔 能够确保我ARP发出去 收回来 完成这个动作 OK 那从第二个包开始 我们的整个的封装就没有任何问题 那A现在通过ARP协议 学到的所有麦克地址 包括可能我请求过B的 我请求过C的 我请求过D的 请求过所有人的 在A的操作系统当中 会形成一个表象 我们管的叫ARP的Catch 叫ARP的缓存表 这个ARP的缓存表 在Windows操作系统当中 你可以使用命令叫ARP-A 进行查看 Windows操作系统当中 可以使用这样一条命令 叫ARP-A进行查看 我解析过192.168.9.115 它的Mac地址 这是静态的 然后我还解析过什么呢 OK我电脑解析的地址并不多 我只解析了这么一个 两个 一个是9.115 一个是9.100 对吧 解析拽到他们的Mac地址 存放在这里 那苏科的设备 ARP表使用的命令 叫收ARP 若没有 OK那自然就是空的 什么都没看到 那如果 interface F1-0 我配一个IP地址 12.1.1.2 接口打开 R1 配一个IP地址 12.1.1.1 然后我发起对R2的这样的一个测试 我访问R2 访问12.1.1.2这个IP 那你看到 第一个包 由于封装失败 丢包了 对吧 这里面我们的点啊 代表丢包 它号呢 代表可以拼通 有回应 收ARP 我就会学到R2 它的Mac地址 OK 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 不仅A可以把B的Mac地址 放在A的ARP开始当中 那由于B也收到了A发过来的ARP请求 所以呢 B在A的ARP请求当中 可以看到A的Mac 没错吧 那B呢 也会形成一个ARP的开始 B形成这个ARP开始 主要目的是 如果一会儿我想把包回给A 或者一会儿如果我想向A发包的话 那么我就没有必要再做一次ARP 去请求A的Mac地址了 我直接从我的开始表象当中 去查找A的Mac地址 是什么就OK了 对吧 因为现在我已经看到了 既然看到了就记一下 对吧 你看 现在R1上 请求完R2之后 R2上呢 也会自动的记录下来 A的ARP OK 那么理论上来讲 A在解析完所有人的IP地址之后 他都会把所有人的IP跟Mac地址放入到ARP开始 那如果我开机时间比较长 我解析的目的IP比较多 那可能会导致我ARP开始表象当中 这种ARP跟Mac地址的关联条目会越来越多 没错吧 例如像我们可能在一些IGC机房会有服务器 什么Windows Server 2008 Windows Server什么2012 对吧 会有这个Windows服务器 会有什么Linux服务器 这些服务器呢 可能自从运行之后 几年甚至十几年都不关机 对吧 那他万一ARP表象还是不断减息的话 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对吧 那这个Catch 如果存放的ARP表象太多 可能会拖慢我的系统速度 他占用我们的缓存啊 没错吧 占用缓存一方面浪费硬件资源 另外一方面呢 如果里面几十万个条目 那就算我有条目 但是我找起来还费劲呢 对吧 我找的还慢呢 OK 所以ARPCatch 在一般的操作系统当中 我们都会有一个年龄 都会有一个老化年龄的限制 当我解析到某一个IP地址的Mac地址之后 如果在长达多长多长多长时间之内 我不再去访问对端了 OK 那我就可以把对端的Mac地址跟IP地址的这样的一个关联删除掉 从而节约我的tatch表 OK 那删除掉之后 还是我发包给对端 会封锁失败 对吧 没关系 那你再重新做一次ARP就可以了 OK 这个年龄不同操作系统是不太行 不太相同的 看到 四科的这个年龄 H年龄 正继时 刚开始学到的时候 一分钟 现在 涨到三分钟了 过一会再看 还会往上涨 OK 那么 F1-0 OK 那么 这个 哪儿去了 这儿了 这个ARP的开始表象 在四科系统上中会存放多久 那你可以使用命令 收ARP 然后 接口 然后接口 后面加detail参数 去查看 查看的时候 它会有这样一行显示 条目 在多久之后 会被refresh 会被重新刷新 随机变化 alibus 随机 动态变化的这么一个值 刚刚 248分钟 24秒 现在 247分钟 31秒 看到 然后 ARP ARP detail 没错吧 OK 它会告诉你 我多长时间 多久 多长时间之后 会被重新刷新 OK 要想修改的话 要修改的话 可以在这个接口下 使用命令 叫ARP的 Timeout ARP的 A值吧 我只有一个Timeout 那我没记错吗 OK ARP的Timeout 去敲 单位是Seconds 单位是秒 OK 那么除了这种ARP 可以帮助我们系统 自动完成对端IP地址 跟Mac地址的绑定以外 网络管理员呢 也可以人为的修改ARP表象 例如 我知道某一个IP地址的Mac地址是什么 我可以不让我的系统自动的利用ARP协议去进行探知 那么我就可以使用命令 叫ARP 直接跟地址 12.1.1.100 这样的一个Mac 这样的一个IP 它的Mac呢 是0001.0002.0034 ARP 这样一条命令 可以人为固化固定某一个IP地址 它的Mac地址是什么 OK 为什么这块敲ARP啊 我们在讲以太网协议的时候详细的说 那这样的话 说ARP 你会看到 我会定义出来这样一个没有A纸年龄限制的IP和Mac地址的一个ARP类型的绑定 OK 那这种人为手工绑定 好处在于什么呢 安全 好处在于安全 例如 现在TOP当中是A和B用网线直接相连 但是如果在某些TOP当中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 A 连接到一个HUB HUB呢 连接到一个B 同时 连接到另外一台设备C B的IP是1.2 A的IP是1.1 C的IP是1.3 A现在想把包发送给B A呢会对1.2这个IP进行ARP的解析 对吧 那正常来讲应该是B给我做回应 把B的Mac地址告诉我 那假设 那假设 如果现在C在收到这样一个ARP请求之后 C的电脑上安装了一些黑客软件 或者中了一些病毒 导致C把C的Mac地址 回应给了A 回应给了A 那么ARP整个通信过程当中我们看到 一问一搭并没有任何的校验机制 或者并没有一些安全的认证选项 所以呢 A也并不知道这个REPLY回应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吧 总之有人回应给我 A拿来就用 那一旦A拿来就用的话 会导致A的二层针头的目的地 B写错了 OK 错误的写成C的了 那如果中间的这台设备 是一个依赖于Mac地址进行转发的二层设备 可能不是HUB 可能是个二层设备 那就有可能会导致A把数据发送给B的 由他在查阅Modivac地址之后 错误的发送给了C 例如我把我银行卡号银行卡密码发送给B 这样的话被错误的转发给C之后 那会导致我的账号被切 对吧 通密码了 到号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协议 ARP 其实C要想知道A在解析B的Mac地址是非常容易的 因为刚刚你看到A在解析B的Mac地址的时候 他所使用的这个二层针头的Modivac 是广播 广播意味着可以发送给所有人吧 对吧 那当然C就收到了 C就知道 现在A在解析B呢 那只要我想做一些手脚就很容易了 对吧 除非你不让他知道 但这个不太可能 因为ARP利用的是广播的Modivac地址 OK 那这样的话干脆 如果我本人就知道B的Mac地址是什么 那我就人为 绑定一个 B的IP和B的Mac 这样的话 就算C回给我一个ARP reply 有手工绑定的和自动学习的 我们以手工绑定为准 自动学的我不要 想骗我没戏 对吧 你说什么假话我不听 我以我自己人为敲的这盒Modivac地址为准 所以呢 安全一点 OK 但是注意 也正是因为ARP这个协议当中的ARP request 这个报文 它的Modivac地址用的是广播Mac 所以ARP协议没有办法穿越三层设备 没有办法穿越三层设备 换句话说 如果A通过一层设备 通过网线连接到B 这是一层设备吧 那ARP是可以工作的 如果A通过一层设备连接到 怎么搞的 稍等一下 刚刚我OneNote上写不了字了 OK 通过一个交换机 这样的一个二层设备 再通过网线连接到B 那ARP呢 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但是如果A 通过网线连接到路由器 或者三层防火墙 或者其他的三层设备 再临近倒闭 这是个三层设备 那ARP呢 没有办法正常解析B的Mac地址 为什么没有办法正常解析B的Mac地址 因为三层设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隔离广播 一旦A现在向三层设备发送一个广播之后 三层设备OK 会在这自动竖起来一道墙 这个三层设备到这 过不去了 撞墙了 之所以三层设备在设计的时候 设计的时候 要求隔离广播 是为了网络能够大规模运行 你想啊 国际互联网 Internet 现在连接了我们整个什么五大洲四大洋 对吧 连接了全世界这些国家这些地区 几亿台 PC也好 服务器也好 在国际互联网上 在运行 那我发一个广播 广播意味着会发送给所有人吗 对吧 我笔记本发了一个广播 会导致这个广播发送给全世界几百亿台设备 你发一个也发给几百亿 他发一个也发给几百亿 多了不说 整个我们小区每个人发一个 这几千台电脑上来几千个我们的这种广播访问 那就足以导致整个互联网上每台电脑都会收到大量的垃圾保文吧 对吧 OK 你发一个没事 他发一个没事 一个人发一个 上来你电脑一下子收到几百亿个广播包 那电脑立刻死机了 对吧 所以那这样的话只要你接入到国际互联网 网线一插立刻死机 那这网络根本没法用 没错吧 那这个网卡那就等于你的电源键吧 只要一插就相当于关机了 OK 所以我们要求必须隔离广播 那既然隔离广播 那ARP就过不去 ARP过不去 A就解析不到B的麦克地址 没错吧 那A要解析不到B的麦克地址的话 那A就没有办法完成自己二层针头的封装 对吧 那A要完成不了二层针头的封装 那A跟B就没有办法通信 OK 那怎么办 我们这里面 有两个方案去做解决 有两种方法 我只说Windows操作系统 其他操作系统暂时不考虑 在Windows操作系统当中 我们有两种方法去解决 第一种方法 在PCA上 单独设置一个特殊的地址 叫Gateway 叫网关 OK 那这个网关干什么用呢 Windows操作系统是这样规定的 当然这不是微软自己规定 一般我们的所有的厂商都会有这个规定 当A现在希望对ARP解析的目的IP 与A位于同一个网络 你解析的目的IP地址呢 跟你自己在的网络地址呢 是同一个网段的 那你就直接发ARP就好了 跟网关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一旦A发现 我所希望解析的目的IP地址 因为我自己的地址不在同一个网络 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网络的 那A自动放弃对B的地址的解析 而我就不再解析B了 而我直接用网关的Gateway的MAC地址 当作B的MAC地址向外发报 网关就是干这个用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种拓谱当中 一旦A和B是通过三层设备相连的 那三层设备最基本的这样设计的一个初衷 或者这样最基本设置的一个模型呢 是连接了两个或者多个不同网段的 A跟B肯定位于不同网段 那网关是谁 网关就是这个三层设备 这个接口的IP 我画绿颜色的这个接口的IP地址 那换句话说 我把拓谱再放大一点 A通过网线连接到一个二层设备 连接到我们的网关 然后二层设备呢 还会连接到一些其他的PC 例如这是A1 这是A2 这是A3 当A去ARP A2 当A去ARP A3的时候 A直接向A2跟A3的IP地址发起ARP 而当A1在ARPB的时候 A突然发现B的IP跟我A1的IP不是同一网段的 OK 那我就干脆直接用Gateway的Gateway的Mac地址 当做B的 把包发出来 我就不再去做ARP了 或者说不再去做B的ARP了 我要做呢 也是做网关的ARP 那做网关的ARP导致目的Mark地址是网关的话 那会让A向B发的包都被我发送给网关 对吧 OK 没错 从错误当中你会看到 就应该让把包都发送给网关 发送给这个三层设备 由三层设备再帮我把包 发送给B吗 对吧 这是没有错误的 OK 所以 在给Windows操作系统 配置网卡属性的时候 我们一般要求大家 在给自己的网卡配置IP地址的同时 建议配一个默认网关 OK 网关就是干这个用的 但是注意 如果我不知道我网关IP地址是什么 对吧 我不能随便瞎写一个吧 万一写错了呢 那没关系 Windows 不写网关 看到 是不报错了 对吧 换句话说他也支持不写网关这样一个操作 那如果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 没写网关的话 那我用网关这个方案 解决A去解析BARP的问题 就没有办法实现了 那怎么办 第二个方案 第二个方案 我可以在三层设备的接口上面开启一个叫做代理ARP的功能 开启一个叫做proxyARP代理ARP的功能 什么叫代理ARP的功能呢 OK 我说一下 还是以我们这幅图为例啊 还是以我们这幅图为例 当A1这台设备 去访问A2的时候 A2同一网段的 那这样的话 A发送出来的是一个目的 卖个地址为全F的ARP request 对吧 那目的卖个地址全F的广播 当然 我的这个路由器 我说我的这个三层设备的这个绿色的这个接口 也是会收得到的 没错吧 他也肯定收得到 但是当他收到的时候 他看 谁发起的解析呢 A1 A1在解析谁呢 A2 A1 A2 是同一个网段的 对吧 OK 那我的这台路由器的接口 不工作 当我收到这样一个ARP 发现ARP解析的原IP 跟ARP解析的目的IP 是同一网段的 OK 那我接口不工作 因为这个时候 A1解析AR是可以成功的 对吧 人家默认就可以OK 就可以搞定的事情 没有必要让我这样横插一脚 但是一旦当A1解析B 发起一个全F的 这样一个ARP的话 A1没配网关吗 对吧 A1要配了网关 OK 直接用网关Mac了 A1没配 那A1只能做ARP 那A1现在在做ARP的话 这个ARP依然广播 依然会被路由器 这个三层设备的接口收到 这个三层设备发现原IP和目的IP 在这个ARP当中分属于不同网段 OK 那我的代理ARP立刻开始工作 怎么工作呢 我把我这个接口的Mac地址 伪装成B的Mac地址 回应给A1 回应给A1 那A1一旦收到 A1我们说ARP本身并没有任何的校验机制 并没有任何的认证机制 对吧 他也不知道真的也不知道假的 总之有人回应了 OK 那他就认为我解析成功B了 那我解析成功B OK 以后我再向B发包 我就用我收到的ARP reply里面的Mac进行发包 那还是发给了网关 没错吧 所以跟第一个方法 结论是一样的 或者说结果是一样的 都是A1会把包发送给网关 OK 同理 当A1再去解析C的时候 A1再去解析D的时候 把全F的ARP request发出来 路由器都发现 A跟C不是同意广段 A跟D不是同意广段 那都会让我的代理ARP把我的Mac地址回送给A 所以这个时候你登录到A这台PC 使用什么ARP-A 或者使用他的操作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命令的话 你会看到他能够看到几十个几百个 甚至上千个IP地址 他的Mac地址都一样 对吧 B的Mac地址也是这个 C的Mac地址还是这个 D的Mac地址还是这个 E啊F啊 都是 OK 那么这是一个正常现象 这个Mac地址就是你网关的Mac地址 这不是什么问题 但是反过来 如果你登录到A1这台服务器上 发现A1在解析同网段的A2 解析同网段的A3 解析同网段的A4 A5 A6 这些IP地址的时候 也是同一个Mac 那就出错了 或者说那你的网络可能就被入侵了 有人伪装 在收集你所发送出来的数据 同一个网段的代理ARP是不可能工作的 你解析到相同Mac地址的可能性 没有 不可能 除非有人冒充这些PC向你回ARP-Reply 对你发起攻击 OK 这是关于网络攻击的一个最基本的判断 但是你说如果现在A1通过二层设备 连接到A2 一旦网络被A3入侵了 那A1在解析A2的Mac地址的时候 A3向我回了一个ARP-Reply A2人家也回来 对吧 你你A3你总不能阻止AR发包吧 你要想阻止AR发包 可以 你入侵的手段更激烈一点 或者说水平更高一点 干脆你把AR关机 或者你把AR发的包全拦截 对吧 否则的话 A2也会发包 A3也会发包 那A1发起了一个ARP的Request 同时收到了两个Reply 一个来自A2的 一个来自A3的 对吧 那这样的话 A1怎么办呢 我们的操作系统对于这样的话 对于这样的一种Reply的话 是无能为力的 我们只会以最新的接收为准 什么叫最新的接收为准呢 看谁回的慢 看谁回的慢 举个极端的例子 例如A1 我上午9点发的Request A2 9点半 回的Reply A3呢 10点回的Reply OK 那我的ARP表象当中 存的就是A3的 看AR跟A3比慢 看谁慢了 为什么我们设计看谁慢呢 因为防止ARP变化 你想 我现在9点解写了一个ARP 9点半回来了 哦 我知道 9点半的时候我知道 这个麦克地指示 指示来了 但10点又回来一个 那操作系统怎么以为呢 操作系统以为 过了半个小时 之后 我换设备了 原来1.1 这个IP是我的笔记本 现在我下班了 我关机了 对吧 然后我下早班之后 我把电脑关机之后 上晚班的那个同事 过来上班了 对吧 可能我们登班 这样的话 他把电脑一开 他是1.1 麦克地指变了 他发起了一个新的ARP 那我要是保留原来最早学到的那个很明显是错的 我应该以新的为准 所以这里面我们比慢不比快 对吧 那既然是比慢那好办了 如果我是黑客 如果我想发起攻击的话 那好 你发起来require的之后 我故意等个几秒钟 我故意等个几十秒钟 我再向你回require 只要AR电脑速度不至于那么卡 那我肯定比你慢 对吧 故意等一会 所以这个入侵要想实现的话 还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OK 这是ARP ARP ARP 除了request rerespond replay 这两个消息 用来去解析某一个麦克地址以外 这两个消息呢 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就是ARP这个协议啊 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什么呢 检测IP冲突 我们昨天在讲IP地址的时候 我们说IP地址本身是一个定位服 对吧 让别人来找到你 那既然让别人来找到你 我们昨天举个例子 这个定位必须是全球唯一的 我不能给对方一个比较朦朧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例如我告诉对方我在什么桑塔纳 黑色桑塔纳轿车旁边 对方没地儿找我去 那换句话说 如果网络当中我们两个人的IP地址一样 那肯定是不允许的 因为这样的话 对方没有办法判断 我到底这个数据包应该往左边发 还是应该往右边发 两个位置都有 所以IP呢 在一个网站当中 任何的两台设备是不能共享同一个IP的 那我怎么保证我的设备的IP 跟别人的设备IP都不一样呢 OK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经验 你用Windows XP 或者用Windows Vista Win7 Win8的时候 给你自己网卡写个IP 如果不小心写成跟别人一样了 网卡会立刻弹上一个错误 IP地址冲突 对吧 系统自动帮我们检测到了IP冲突 有人跟我IP一样 那他是怎么检测的呢 他利用的也是我们的这个ARP的Request 和ARP协议的Replay本 OK 我们系统是这样规定的 当你给你的笔记本 网卡配了一个IP地址之后 只要这个网卡一连网线 那我立刻向外发一个ARP的Request 那现在我根本就没有访问B 我没有访问AR 没有访问C 没有访问D 我没有访问任何人 那这个Request请求在解析什么呢 他在解析自己的IP地址 他在解析自己的IP地址 例如我给我的IP配个192.168.1.1 配完之后 只要一长网线 我立刻向外解析 192.168.1.1 他的Mac地址是什么 一旦我发起这个解析之后 我等 我过了半天 没有任何人给我做回应 那说明网络当中没有192.168.1.1吧 对吧 没人答应我吗 没人是这个IP 那说明我的IP地址 跟任何人都不冲突 就可以工作了 但是一旦我向外解析192.168.1.1 这个IP的时候 突然收到了一个ARP的reply 有人说他是1.1 他的Mac地址是什么 那我说明我的IP跟他的IP 冲突了 于是Windows立刻报错 OK 立刻更改自己IP地址 那么 这种ARP的作用 检测 IP地址冲突的作用 我们管 他叫做GARP 我们单独给他起了名字 叫GARP 叫无故ARP 它是RPC文档826当中所定义出来的 无故ARP呢 在国内很多的资料上也叫免费ARP 叫FreeARP 对吧 这个名字之所以这么叫 是因为 无缘无故 无缘无故 我根本没有希望访问任何地址 我根本没有希望发送任何数据 但是无缘无故的就开始向外发ARP吧 所以我们叫无故ARP 国内叫免费ARP呢 我记得我师父给我讲了这么个笑话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因为它贱 因为它便宜 没有任何人要求你发 也没有任何理由你发 你就无缘无故的送出去一份 对吧 OK 所以叫免费 便宜吗 你想如果要是黄金 如果要是钻石 你肯定不会 无缘无故的就开始向外外送 对吧 没有人站在大街上 无缘无故向别人派发黄金的吧 但是派发小广告的有的是 对吧 小广告便宜吗 OK 那无故ARP在RFC826文档当中设计出来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检查IP地址 是否有冲突 但是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刷新ARP 刷新其他主机的ARP表 当然这个是需要操作性的支持的 我给周期性的刷新一下 来保持对端ARP表 跟我的IP 跟我的麦克地址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应的稳定性 这样关联的一个稳定性 OK 但是讲了这么久 我一直在强调 A和B 要想用ARP的话 我们这儿必须用RG45 必须用我们的以太网线 对吧 OK 为什么呢 因为ARP这个协议 它只支持以太网 只支持令牌还网 像点到点 像HDRC 像R7.25 这些网络是没有ARP的 因为这些二层的技术 他们会有其他的方法 来掌握到对端的二层地址 ARP出现是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对方的麦克地址是什么 对吧 我们设计的 那如果你的二层技术 其他的协议 有办法掌握到对方的二层地址的话 那就没有必要再做什么地址解析性求了 OK 那ARP协议本身还有一个兄弟协议 看啊 ARP协议本身还有自己的一个兄弟协议 他俩是并列的 叫ARP协议 reverseARP 叫反转ARP协议 OK ARP叫地址解析 反转ARP呢 叫反向地址解析 什么叫反向地址解析 不能写冒号 应该写 啊 画横杠吧 反向ARP OK 那么反向ARP 跟ARP 它的区别在于解析的 解析的层面不太相同 ARP 我是掌握了对端的目的 ARP希望学到对端的目的 麦克 对吧 反向ARP呢 正好相反 我知道我希望访问到目的地的目的 麦克地址是什么 但是我不太清楚对端的目的 ARP OK 那刚刚我知道你的ARP 我不知道你的麦克 我发一个request 说192.198.1.2 请问你的麦克地址是什么呀 OK 你再回给我一个reply 说你的麦克地址是什么 那现在反向ARP 我问一下 网络当中有没有人 IP 那个有没有人 麦克地址是1.2 2.3 然后你举手 你说我的麦克地址是1.2.3 那你是谁呢 我是192.168.10.10 对吧 我问一下 有没有人麦克地址是这个 然后从而学到对端的IP 它叫反向ARP ARP协议利用到的ARP的代码 是代码1request 代码2reply 对吧 反向ARP 代码3和代码4 叫反向request和反向reply 嗯 这儿 看到啊 反向ARP请求 反向request和反向ARP reply 反向ARP应答 代码3代码4 这是一个ARP的头部的这样的一个图 这是一个ARP的头部图 那ARP的这个头部图当中呢 第一个字段 两个字节 16个比特 叫硬件类型 叫hardware type hardware type 硬件类型 在以太网当中固定为1 不变 所以呢 这部分是定值 温管 第二部分字段 叫协议类型 协议类型 表示三层协议地址类型 是IPv4协议啊 还是IPx协议啊 还是什么其他协议 但这里面我们都是IPv4 IPv4 协议类型 写的是0x0800 16进制啊 0x0800 在后面 硬件地址长度 一个字节 协议地址长度 一个字节 这两个字节固定 取值是6和4 在以太网当中也不变 一个是6 硬件地址长度6 协议地址长度4 然后操作类型 指的就是OpenCode OPCode 这OPCode 1234 四种 分别代表ARP Replay ARP Request ARP Replay ARP Request ARP Replay 在后面呢 发送者的 Mac地址 发送者的IP地址 接收者的 Mac地址 跟接收者的 IP地址 OK 这是整个ARP的 刚刚我们都看到了 硬件地址 硬件类型 协议 硬件长度 协议长度 没有4吗 对吧 然后OpenCode 在后面 4个地址 没问题吧 这个头部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简单的 ARP的头部相对来讲并不复杂 OK 那关于ARP的整个这个协议 关于ARP的这个技术 我们看一下ARP的意志暂时不说了吧 这是CEF的一个特性 ARP跟IARP再讲二层再说 OK 那关于ARP这个协议呢 我们在WiSite系统模型当中先简要的介绍这么多 好吧 关于ARP更进一步的这些路由器上面的命令的调试 以及我们的一些相关的其他的一些策略 安全的一些保护 我们再讲到我们的二层专题课和讲到我们的安全的专题课的时候 详细再说 OK 成 那我们先课前修一会